川普在今天接受福克斯新闻采访 缅怀在今天去世的知名保守派电台主持人拉什·林博 这也是川普自从卸任总统以后首次复出接受媒体采访 因为疫情 目前美国有1700万人没有工作 而拜登将打算特赦1100万无证移民 一晚上连出洋相 拜登CNN演讲连连失态 格雷厄姆打算在下周去佛罗里达与川普会面 要想赢得2022年的中区选举 格雷厄姆说川普是关键人物 近日佩洛西再出新招 按照911的标准搞独立调查 而民主党人则穷追不舍 起诉川普和朱利安尼密谋叛乱 观众朋友您好 欢迎关注希望看新闻 我是小兰 今天是2月17日 美国知名保守派电台主持人拉什·林博 在今天2月17日因为肺癌去世享年70岁 川普在今天接受了福克斯新闻的采访 缅怀林博 这也是川普自1月20日现任总统以后 首次复出接受媒体采访 川普告诉福克斯新闻 我们身边没有太多的传奇人物 但是林博是一个传奇 他有巨大的洞察力 川普曾经在2020年2月的国情咨文中 授予林博总统自由勋章 当时林博刚刚被诊断出第四期肺癌晚期 川普当时在国会介绍林博说 他是当晚一名特殊的宾客 受到数百万美国人的喜爱 他刚刚被诊断出四期癌症晚期 这不是一个好消息 但好消息是 他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斗士和胜者 今天川普也是再次回忆到当时的情景说 林博受到与会众议员们的尊敬 实际上当时川普宣布授予林博总统自由勋章以后 林博先是愣住了 然后站起身来 参加国会咨文的所有共和党人 都抱以热烈的掌声和欢呼 但是民主党人始终在座位上坐着 当第一夫人梅拉尼亚 为林博带上自由勋章以后 有人喊道 谢谢林博 林博在掌声中握住梅拉尼亚的手 并转向了川普总统 并用手捶了一下自己的胸膛 表示敬意 川普总统则在讲台上 对他竖起了大拇指和点头 川普说 林博一直希望坚持播音到2020年总统大选后 林博是美国家喻户晓的 保守派电台脱口秀节目主持人 支持电台节目50多年 林博的播音工作需要每周工作5天 每天直播3个小时 工作量非常的大 再加上他非常敬业 对自己的要求很高 就这样他一边接受治疗 一边坚持工作 虽然那个时候他已经是身家过亿 美国网民这样评价他说 林博是一位难得的明白人 他的经典摘录中 他曾经对所谓的美国主流媒体说 我从来没有看到媒体像今天这样 几乎是难以言表 编造故事 拒绝刊登真相 这一切使得他们自己看起来像个十足的傻瓜 没有媒体精神 没有真正的媒体 只有纯粹的彻头彻尾的宣传 对于大政府 他从来不表示信任 因为他认为 真正的繁荣来自于每位国民 以一种成长的模式齐心合力 它来自于人们自己的 发自内心的原动力和努力 如果繁荣是来自于政府的赐予 那不叫做繁荣 2月16日发光有报道说 拜登政府与国会民主党议员 在本周稍后将会公布移民改革法案 内容包括特赦美国境内 1100万非法移民 由于中共病毒危机而引发的经济封锁 已经有大约1710万的美国人失业 而且他们也都希望获得全职的工作 拜登在1月20日上任的首日 就公布了一项移民法案 要为1100万非法移民 提供8年入籍美国的途径 这个法案当时是遭到了共和党人的批评 共和党参议员科顿当时发了推文说 拜登的法案为非法移民提供大赦和公民身份 允许他们超越首法的移民 拜登在2月16日 在威斯康辛州举行的CNN市政厅活动中 再次承诺 他希望通过特赦美国境内 1100万非法移民的法案 报道中说 针对来自共和党的阻力 拜登团队表示 他们会让移民改革法案 以化整为零的方式推出 民主党籍国会议员 也正在着手推动让农场工人 以及从小就来美国的无证移民 也就是梦想生取得合法的身份提案 随后再着手范围更大的移民改革法案 早在2月12日 拜登已经宣布了一项计划 将会允许边境上万名庇护申请者 在案件审理期间提前入境美国 据华尔街日报的报道 从2月19日开始 将有首批2.5万名寻求庇护的难民 获准从三个美墨边境站进入美国 拜登政府没有提供这三个边境站的具体地点 因为担心更多难民会涌去这些边境站 在之前 川普总统曾经发布一项移民保护协议 也被称为留在墨西哥计划 就是要求寻求庇护者 在墨西哥境内等待美国法院的听证判决 而拜登宣布的这项新的计划 撤销了川普此前的这项行政令 一份由众议院共和党成员公布的报告指出 拜登的移民政策鼓励非法移民 促使大量外国人无休止地涌入美国 这将会危害美国人 降低边境安全和内部执法 增加外国人犯罪构成的风险 拜登的移民改革计划 也令许多美国民众非常忧心 加州华人律师刘凤兰表示 拜登对非法移民敞勘大门的很多行政令 不仅仅是道德绑架合法公民 还有选民的问题 而是在摧毁美国 拜登将非法移民作为优先处理的对象 那其他所有合法移民的案子都会被滞后 这对很多等候排队的合法移民 非常的不公平 2月16日的晚上 拜登到了威斯康星州 参加CNN的总统市民大会 并发表了讲话 当时拜登接受了CNN主持人库珀多个提问 但是拜登的回答接连事态 在关于疫苗的问题上 拜登告诉主持人库珀 他上任的时候没有新冠疫苗 拜登说 我们谈到有疫苗是一回事 但我上任的时候没有疫苗 只有为人们接种疫苗的人 那怎么样把疫苗注射到别人的手臂上呢 美国媒体网关专家对此讽刺说 也许拜登忘了 他在宣誓上任前 去年的12月份就接种了冠状病毒疫苗 实际上在去年 由于川普总统的曲线行动 使疫苗加速研制并获得了批准 准备在当年的秋季分发 拜登上任以后 继承了川普的疫苗接种计划 还做出了在100天内 要接种1亿剂的计划目标 库珀向拜登又抛出了一个软性问题 问拜登住在白宫是什么样的感觉 而拜登给出的回答说 我每天早上醒来 看着吉尔 然后说我们到底在哪里 此话一出台下一阵笑声 然后拜登继续说 你看我当总统刚刚四周 有时候事情进展很快 我感觉好像过了四年了 虽然我以前当副总统的时候 去过椭圆形办公室无数次 但我从来没有在白宫住过 我从小到大受的教育是 你不能指望有任何人来伺候你 现在我发现自己有点难为情 有很多优秀的人在白宫工作 接下来拜登又失言 做出了一个比较奇怪的回答 这次拜登告诉主持人库珀 每个人都知道 我比人更喜欢孩子 网关专家表示 考虑到拜登在妇女和儿童问题上的不当行为 曾受到过严厉的质疑 他的这种失态显得很糟糕 参议员格雷厄姆在昨天2月17日 做客福克斯新闻的汉尼提节目 他表示川普是共和党在2022年 赢得参议院多数票的关键 他同时也希望川普和麦康奈尔 能兵士前嫌共同努力 格雷厄姆强调 川普是党内最重要的共和党人 尽管前总统可能只代表少数 但如果没有川普 我们就没有机会在中期选举中夺回多数票 他说 我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担心2022年 我不想看到我们继续在这样内耗下去 格雷厄姆指的是川普和麦康奈尔发生的事情 虽然参议院上周六 在弹劾案审判当中宣布川普无罪 但是麦康奈尔仍然坚持说 川普对1月6日国会大厦应该负有道德责任 这也加大了这两个人的鸿沟 川普在昨天发表了声明 称麦康奈尔是愚蠢阴暗的政治黑客 共和党在麦康奈尔这样的政治领袖领导下 永远不可能再次受到尊重或强大 他也表示自己会继续参与共和党政治 格雷厄姆正试图调和这两个人的矛盾 并敦促两个人一起共同努力 同时他也提醒麦康奈尔 如果不明白这一点 那么他将失去很多 格雷厄姆还让麦康奈尔学学众议院共和党领袖麦卡锡 他对川普总统采取了不同的态度 1月26日的时候 麦卡锡曾经前往海湖庄园 和川普共同讨论 共和党如何赢得2022年中期选举的问题 格雷厄姆在2月12日也表示 他将会在下周前往佛罗里达和川普会面 他准备与川普私下讨论共和党的未来 并请求川普帮助共和党人 在2022年中期选举中重新赢得参众两院 格雷厄姆强调 没有川普和川普强大的人气基础 共和党无法重建 他称这是一个川普家公式 他说共和党的目标必须是在2022年获胜 并阻止拜登政府的激进议程 自从1月20日卸任以来 川普基本上不在公众视线范围内 也很少发表声明 但前川普竞选战略家米勒在上个月表示 川普将会再次活跃于政治中 以确保共和党人在2022年夺回多数票 参议院川普弹劾案是刚刚结束 另一个战场司法诉讼紧锣密鼓的又接连登场 民主党籍国土安全委员会主席 密西西比州联邦众议员汤普森 他在2月16日向华府特区 美国联邦区域法院递交了诉状 控告川普还有川普的私人律师 朱利安尼密谋叛乱 美联社指出 这是首个由国会成员就冲击国会事件 而对川普提出的诉讼 是针对川普个人提出的 诉状中说 川普和朱利安尼违反了1871年通过的3K党法 这个法案目的是打击白人至上主义组织 此外 右翼团体骄傲男孩 与右翼反政府民兵组织守事者也被列为了被告 宣布这项诉讼的新闻稿中说 国会冲击事件是由川普 还有朱利安尼 骄傲男孩与守事者精心策划 他们的共同目标是试图采取恐吓 骚扰和威胁手段 阻止选举人团的认证大选结果 川普的顾问米勒随后就发表了声明 他表示已经获得参议院裁定罪名不成立 否认诉讼中的指控 并强调川普没有设计也没有组织1月6日的集会 至于朱利安尼没有就这个事件作出回应 另外 佩洛西在弹劾川普失败以后紧盯不舍 2月15日他表示 国会将会成立一个类似于911的委员会的独立机构 来调查1月6日美国国会大厦被攻击的事件 中医院还将提出一项额外支出 以加强国会大厦的安保工作 而近日佩洛西也因为国会事件而受到指责 共和党人要求调查佩洛西是否在接获相关的情报号 忽视了可能发生的威胁 从而延误了部署国民警卫队 白宫发言人普萨基在1月16日表示 对有关的安排表示支持 但副总统贺锦丽昨天却回避了川普是否应该面临刑事指控的 记者提问 好 感谢您关注今天的希望看新闻 我是小兰 节目是由唐瑞制作 如果喜欢我们的节目 别忘了点赞订阅来关注我们的频道 我们明天再见